Calvin C.L. Lee 問你蘋果AAPL 你怎麼看 什麼特別看法 我覺得暫時不會把焦點放在iPhone 14 上面看得特別良好 甚至我做了一些粗略看法 所以好像14 上面除了換了顏色 我都看不到什麼看法改變 但事實上蘋果這個品牌上面 有一定的吸引力在 我相信總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 雖然我對iPhone 14 沒什麼興趣 但當我iPhone 10 太舊的時候 總有需要換機 而換機上面 我都很大機會去買蘋果14 所以在銷量上面 會有一定保證 但問題就是你看AAPL 一些大隻科技股 論估值價值上我覺得是OK的 但如果你說美股進行 一輪又要洗估值的狀況 要試回之前130元的位置 不是無可能 這些位置買的時候會突然輸良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炒的話 我會畫一條上升櫃給它 穿了160元你就投殼 5元左右繼續駁下去 買一些紅葉科技龍頭 那是OK的 所以你問我要買AAPL的話 第一方面我未必將焦點放在iPhone 14上面 如果你要炒的話 用160元做紙攝 穿了你就駁下去再上 好啊 其實他就問了港股相關 他說iPhone 14相關的股份 例如23820 315 和6823 你又怎樣看 正如剛剛所說 我都不把焦點放在iPhone 14上面 你炒這些股份 不放在iPhone 14 你要當我懷疑基本部上面 是否代表看好呢 那就不是 其實這個道理就是剛剛說半導體 半導體就是上星期三 突然間11點多開始炒起來 同樣地 這個剛剛你提及的股份 很多都因為說iPhone 14那些消息 炒了兩三日上彌 你這一刻你才去留意 你就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很相信iPhone 14 不夠分析整個行業 那不是的情況下 那就不要碰了 我想手機相關的股份 其實我看法上面都是比較深深 譬如蘋果上面 看法好一點都不是看好手機 是看好整個品牌的建築上面 但問題就是這些品牌的建築 會不會說信譽光學那些 光學鏡頭產品上面 有個很大的巴掌 不是的 即是你講的Band Building 是以一個retail的角度上去看 所以你問我 那些信譽光學 剛剛提及到那些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6088 6088的業績上面的確有驚喜 但是人家一元升了三十幾% 你才這些位置去追 那就是過意做止褫 再炒 所以分析自己炒還是做長線投資 投資暫時來說 我覺得手機板塊上面 不是氣候主 或者我還是覺得很大隱憂 怎麼都是先看業績 再見 可以看到沒有 做旁邊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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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